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单昨天的新闻 昨天又有人直接打电话通知我们专柜的法官大人 希望可以亲身请他们吃椒盐炸鸡蛋这道美食 希望可以藉着这道美食令法官大人们惯着吃东西 不空去工作不空去审案 不理这件事是真也好是假也好 不过其实九成九也是假的 不过这件事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件 但有时这些看似严重的事件 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屠虫小队的宣传伎俩 究竟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看法呢? 稍后会和大家慢慢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声支持 去支持我们的警察叔叔 可以捉捉这班厨师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 又或者就是掃描隔离的二维码 用一两元去支持下我井仔 特别是我现在的频道莫名其妙遭受其他人的攻击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特别是帮我宣传多些 叫多些朋友仔过来看看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团结起上来 不可以坏给对面的人看 废话就说到这里 现在就读回新闻 因为昨天除了是我生日之外 亦是唐英杰事件终于裁定了 裁判结果都是合乎一个正常的社会期望 因为一个人他真的做错了些事 而且有大量的证据去做证明 亦都推断得出他有这个意图 那就对了 你就中了 不过其实最令人期待的 就不是说昨天证明了他真的有做错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实性没有黏牙的 其实最期待的是 明天究竟宣布日子会有多久 我个人来说 就觉得起码五年起跳 因为明天宣布日子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成份 因为是第一件去裁定的案件 所以如果明天如无意外 都会去跟大家说一下 究竟时间是多久 如果是长的话就怎么样 如果时间是短的话 又会怎么样怎么样 跟大家去骂一下 继续说回先 自从昨天裁定的结果出来之后 同天下午就有班人打电话给法官大人 那班人就说 现在那三个法官大人 他们全部都是动物法官 我说的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然后又说自己很生气很生气 所以就一定要请他们吃椒盐炸鸡蛋 想着用他们的美食去影响法官处理案件的标准 不过其实香港的法官 一直都是司法独立 而且他们裁决任何事都受到基本法第85条的保障 独立地进行审判并且不受任何干预 还有就是说你一个厨师 所以贸贸然就说请人吃东西 警方和政府一定会拿正来做 是没可能会容忍这些行为 会很快或是动用很多力量去捉取那些厨师 去保障社会的安宁 还有因为他们请人吃东西的对象是法官大人 所以警察先生们一定不会偷懒 一定是说得出做得到 还有在今年3月的时候 都已经有好几单厨师的案件 已经被人找了出来 因为这些都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恶作剧 所以警方是不会有弃的可能 一定会动用百分之二百的全力去找那些厨师出来 除非那些厨师打完外卖电话之后 就立即乘搭飞机去英国 又或者他们本身有些很高明的电脑技术 在外国打回来香港 然后又不知怎样去改什么 扮成一个香港本地的来电显示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在香港做这个叫外卖的行为 基本上是一定会找到的 只不过是或辞或早 究竟是明天找到 还是下个月才找到 这一个就不知了 接下来就说一下我的看法 其实社会上有这些厨师 不单止我不高兴 我相信各位都是咬牙切齿 但是大家理性点去想 通常这些说明请人吃饭的厨师 基本上十个有十个都是无料到的 纯粹都是哗众取从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请人吃饭的话 你是根本没可能会打电话去通知别人 因为你一通知了 人家在那段时间的警觉性会高了很多 其实是会令到成功请人吃饭的几率 是会低了很多 所以我们平时都是这样说寵物的 通常吠得越厉害那些狗 你放开那条绳子之后 它们就不会再吠 然后回到主人尺脚周围团圈 但通常不吠不出声那些狗才得人害怕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究竟它下一分下一秒会去做些什么 其实之后又会衍生出 第二个各位观众会想的问题 就是既然这件事 那么低效率收益又那么低 而且风险又那么高 为什么依然都会有人做呢 那我自己就想到一个我推测的答案 那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两件事 就是那些所谓的屠虫小队 他们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小闹剧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些时候做这些小闹剧的话 就可以吸引到美光灯的注意 然后可能隔了几天隔几个星期 然后继续在海外说 哎呀其实这件事是我们什么组织去做的 所以就希望各位慷慨解囊去捐钱支持一下自己 其实现在都2021年 这些招式确实是屡见不鲜 有些人很喜欢说自己暗地里怎么威 怎么威啊怎么劲啊怎么劲啊 做了什么什么啊 其实到最后现在看回 原来两年来根本就是一个好吃冷飞的吹水怪 然后现在就说 到时他们就会吹到自己是用条命去叫外卖 哎呀如果大家不捐钱呢 他就没有钱去买名标啊买靓车啊 因为这些之前都已经被人踢爆过了 还有就是说这些社会现象 不单只出现在那些队伍身上 就是大家平时在社会上面遇到不同制御 遇到不同的人大家都会发现的 通常越是骗人越喜欢骗人的人 就越喜欢去抢了其他人的功劳 然后大大声就在自己的臉上贴金匡 就是例如说有些事件的参与 喂那其实你根本都没有帮过手 又或者是你根本就是个杠杆 但是你就可能过去拍照之后 就扮认自己有参与啊 认识很多大人物啊 那些东西 就是大家都会明白的了 再参开一点点说 其实我本身都很讨厌这些 没有料但是又大大声地去贴金匡的人 因为通常这些人很多时候 纯粹就是他们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他们要面子要威 第二就是希望去周围帮自己贴金匡 然后就去骗 又或者不叫骗的 就是去贪徒别人的帮忙 因为总是有些人 他们心里面 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 各自有不同算盘的 就会说 哇原来你都是大人物啊 接着如果我现在帮了你 到时可能我会有更大的回报 接着就食正这些人的心态 就去包装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然后就周围去派人情牌 去骗下其他人 让其他人投资啊 赞助自己啊 或者卖人情 不停去卖努力帮助自己啊 就是好像之前那个 比华尼山那个案件那样 就是謝安琪啊 有很多TVB的明星啊 他们都中了招 所以我就是 其实很不喜欢这一类人 我觉得真正有实力的人 通常是不会这么高调的 例如说 有个人他真的有条 赚钱很厉害的大计也好 他要找人合作的话 我有时都会去想 喂 如果你条条那么厉害 为什么你要找我合作先 是不是我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有一些很特别的功能可以做到 而且是你在身边找不到其他人能够信任 如果不是的话 喂 明明我什么都帮不到 你在街边随便找个阿四都做到的事 为什么要找我先 所以就 纯粹都分享多些自己的感受 给各位观众听下 继续说回那些小队的事先 其实呢 就算我假设 今次这件事是和那队人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相信 假以时日 过多几个月之后 肯定会有其他人去冒用 这些人做过的事 出来欠威应 就说是自己做的 因为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难求证的 特别是 你还在说在网上世界 你很多的图片 所谓的对话记录 给你一天 你都可以偽造出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造假 反正因为很难有证据去做证明 究竟谁才有做过的 当然 抢口 欠了是自己做了先 到时又可以赢多几个光环 到时问人拿钱都可以大声点 理直气壮点 大家又可以想想 7月1日那件事 前前后后 都根本没有人打过电话 说我将来要怎样 根本就没有 大家可以想想 光成者这个真正的厨师组织 他们从来都不会傻到去打电话 提醒别人 我将会送外卖 其实他们会失策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下面有些人 因为他们没有钱 没有食材 所以他们就进去其他学校 里面去找不同食材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结果 最后整件事慢慢滲透了出来 才知道 原来这群人是什么美食会 他们打算整个大餐 请全香港的人吃 所以说到最后 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在市面上 越听得多这些 声大大没有货卖的新闻 其实大家可以当笑话 看下听下就够了 因为真的 这个社会是九成九的人 越无聊的人 才叫得越大声 才会说 我要将你怎样 因为真正有计划 而且在囚备中的人 他们会为了提高自己计划的成功率 基本上是绝对不会出声 甚至乎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保密 所以一做过对比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当这个社会 越来越多虚张声势的事件出现 其实就代表了 对面的人气已经气数已尽 香港亦都逐渐尽快步入和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或者素描旁边的二维码支持下我 好 就这样 拜拜